非不可以叫我舅舅描述一下 他是怎么骗你 我当时在做工有接到一个电话 那个有一个马来人打电话来 他就叫我的名字 问你是不是这个名字 我说是啦 我们是IPK啦 已经控制你的孩子了 你的孩子的名字也是讲出来很准 然后这个事情 他的车里面有五个人 四个朋友和你的孩子 那车上我们抽到有台粉在里面 现在你的孩子是那种 这车是死刑的Cash 现在你是不可以控制出去的 三个星期后 我们的法庭会通知你 你要带律师过来 叫我说我要见我孩子可以吗 不可以不可以见 这是死刑的Cash 很严重的 然后我给他吓到了 过后他就叫你做什么 他说你要跟你孩子讲话吗 好啊好啊 他就叫我孩子讲话 他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你问你孩子什么 我问我孩子 这么你一个朋友吸毒 你要跟他在一起 我的孩子的声音很像的 我没有做 知道我的朋友吸白粉什么都我也不知道 他们带白粉我也不知道 爸爸你救我救我出去 我星期一还要做工还是什么 所以我就给他吓到 所以声音是一模一样 就用AI模仿人的声音 演成他的孩子讲 爸爸救我这个东西 然后作为爸爸就是被吓到 过后他就叫你说 不可以见我孩子也不可以当工 他说你跟你孩子讲 我就跟我孩子讲 他说救我救我爸爸 没有办法他讲 不可以当工什么的 可以的 刚才他跟我讲 可以的 就是要喝茶钱这些 就是他用AI讲 你是可以给喝茶钱就可以了 然后就借回那个政府官员 那个是 inspector Lee 我可以帮你啦 但是这种东西 是要很多钱 那这个市场 我也不知道什么价钱 你讲了 他说要五万块 我说五万块 我们是很冤枉的叻 他说你在跟你孩子谈啊 爸爸你身上到底有多少钱 我说 我的十千八千有啦 借回那个 inspector Lee 那边的说 这样子啦 你就给我们两万块 这样子没有爸爸 为了救孩子 答应他咯 我想知道一下 当时你的孩子在哪里 我孩子就刚好去 南高尉游玩 坐飞机回来的路上 然后就接他这通电话 然后他就跟人讲 两万块可以解决 现在开始啦 你的电话不要关机 你要放在你的口袋 如果这个线一段叻 联络不上 我就不断里来 这样我们就给他吓到了 你就很紧张 就那个电话开着 然后就 只能照着他讲的东西去做 然后就去 银行 押钱啦 拿现金啦 他说你先拿这个现金出来 然后我再教你怎么做 我就在电话跟他讲 可以现在我拿了钱 你又写一个 付款号码 我已经回去 头尾大概是 一个小时这样 我就给他骗了两万 那就拿两万转过去 有关电话他讲 这样我们是改股工啦 大概是十五分钟这样 这样你再 扣回来 我就放你孩子 他说你过来载你孩子啦 我说OK 这样等了十五分钟 没有打开了 我就扣我孩子 他没有听电话 过一下子我就 我只过了半个小时回屋 我刚到机场 然后我就杀了 我说我被骗了咯 就整个故事 把你骗进去那个场景 那个故事里面 然后过去报警咯 那就报警啦 然后警察讲什么 我做了电话 然后叫我晚一点 去另外一间机局 做一个正详细的电话 大概是下午五点了 他说 现在很多骗他嘛 他说你今天你是第十四个 同一间里面有整十四个人报警 就是用这个假的声音来模仿 讲是你的孩子 把你的血汗钱给骗到了 嗯 是这样的 他说如果你真正立案呢 我们就可以抓那个人 这个户口的人 但是我们就抓不到老钱 抓的是那个 卖户口的人 所以你们现在是不是有发现那种 教你 1001000块输出你的户口的 如果去做这件事情 你就是随于用 诈骗集团就利用这种人 出来外面行骗 讲一个故事一个场景 吓你 首先我谢谢我的 舅舅出来 愿意sharing这个事情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 有必要讲给更多人知道 你要注意几件事情 诈骗集团通常是怎么骗人 他的手法首先会吓你 他会做一个东西 第一个 你的家人发生严重的事情 就是要买车祸 要买白本 要买是一个很严重 没有办法承受后果的东西 再来 我是权威 我是警察 我是inspector 我还是一个高官 刚才我觉得他用了一个很高明的手段 就是他在骗你过程说 你要不要跟你孩子讲话 然后他用AI声音 来去仿那个声音 来讲给你听 同时他用到仿声器 同时又给你一个假希望 然后再加上他不要给你关电话 然后你只能跟着他走 这个现在诈骗案非常苍狂 所以为什么做这个影片 希望更多人可以用科技赚到钱 而不是被科技骗钱 我觉得很可惜 科技出现不是人家用拉来赚钱 而是被别人骗钱 这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大家在你还没有学到怎么赚钱之前 先学会提防保护自己好不好 这个是今天分享给大家的 谢谢